来 站 站起来 站 怎么跟他赖皮疙瘩 站起来好不好 你知道吗 我们这边就那个王阿姨 王阿姨之前 还一直说 你们晚上不要吵 每次都回家来跟我们一起 好了 我吹一下 吹 吹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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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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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那我现在 都地上呀你 我现在想喝那个 想喝那叫什么酸酸的汤 酸梅汤是不是 酸酸的汤是什么 我去给你买好不好 酸酸的汤 我现在想喝酸酸酸的汤 我知道我给你买 你现在在这儿坐着 好吗 嗯 等我啊 我在这儿等 来 我给你画一个圈 行 来 不许抄入这圈啊 来 来 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 画好了 你在这儿等我啊 我跟你换你回来 知道吗 在这儿等我啊 哎 哎 林什么来的 你叫什么那个症 林什么你知道 我都已经不记得了 我又不是什么 他还在这里坐着 哎 王阿姨 王阿姨 你这样花开了 王阿姨 你这样的花都是 可是我家是 就算每天开了 那天慧珍 你在干嘛呀 大半夜的 你怎么躺在这儿呢 你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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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姐姐 我没有喝酸酸 我一屁股多的人 才说自己没喝酸 别看 哎呦行啊 你这一股酒味 太难闻了 赶紧跟我回家 我弄不动你了 快点 等一下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别急 别急 你再玩了 赶紧走 赶紧走 下午呢呀 您吃啊 一 二 三 八个多大 你还吵了这大晚上的 把阿姨什么都吵出来了 我闭嘴什么都忘了 我闭嘴 来了 飞一 飞一 我阿姨的花 全都是我 我闭嘴 怎么这么沉啊 你今天怎么了 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来 我要 坐好 我要坐在这里 我 我要坐在这里 拜拜 我跟你说 我因为她开心 才过很多酒 我疼 好 那我给你倒水 再见 好好你的欣赴我 你看我下瘾了 热灵下瘾了 来 喝水 我 你 你 你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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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来的联系都紧了 你一个人可以一滴白乔 对对对 我一滴白 一滴白 那我睡了 去俩 上午地 喂 出掉出掉 好 特不了啊 可是我都燕灰 now 喝点水吧 来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给你发微信 你为什么不回我 为什么连电话 你都不接微信 你也不回呢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今天去见白 我 我你别吐这儿啊 你那边拉几桶在那儿的 给我给我 其实 你找不着我的这两次 我都跟白昊宇在一起 这儿啊 我 我跟你说吧 就是 上一次呢 她带我吃了牛肉面 然后这一次她 她又带我去了以前的学校 我知道我不该瞒你 我也知道我这样做很不应该 但是她每一次都出现在 我最需要安慰的时候 我也控制不住自己 我 芝芝啊 你 你生气了 我还要赶紧 她的事用来 她的事用来 她真的没有好的 产生 我还一定要 走走 走走 这我熬好了啊 来 敷上毛巾 喝点酸奶吧 营养胃 我怎么觉得 我嗓子也 嗓子也特别疼 头也特别疼 能不疼吗 昨天大吼大叫一会儿 我大吼大叫什么呀 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 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我想一想 早了 你想起什么了 我居然喝短片了 我居然喝短片了 我居然什么都不记得了 好生气啊 能补短片吗 您都喝成那样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 怎么喝那么多呀 昨天啊 还不是因为那个白皓宇 白皓宇咋了 行吧 我走了 上班去了 今儿得早点到 你怎么穿裤子里 让你一年世纪 只穿裙子的人 我就是突然想了 我会你分口 好 你呀 乖乖的啊 照顽好好在锅里呢 倒上晾晾的嘴喝好吗 我怎么想了 怎么想不起来了 痛也痛 想不起来就别想了 上上脑袋 嗯 嗯 不认识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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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头快要裂掉了 还怎么上班呀 安静 来吧 喂 慧真 你在哪儿呢 哦 没事 我还以为刚才你在我身边呢 来吧 来吧 没有喝什么酒啊 最近公司加班 你别老道 你还是我亲妈妈 妈你一大早打电话有什么事啊 你说你姐啊 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也不知道回家主动吃个饭庆祝一下 好久都没见夏桥姐姐了 好想她呀 她说啊 带夏桥一起回家 我告诉你啊 再敢跟夏桥聊东西 看我怎么收拾 这次啊 我就亲自下厨 算了吧 还是叫点外卖吧 对对对 叫外卖吧 挺爸的 晓乐 你什么时候可以跟我们 去我家吃饭啊 那我爸妈都想你了 说 说让你回去吃饭呢 还有那个 会连也让你回去吃饭 她说想见你 比想见我的多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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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一母 林一母 我昨天是不是给副主编打电话了 我 打了 我这 她接电话了吗 接了 而且你们还对话了 我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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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听到的 也有没听到的 你问哪个 你是正常人吗 肯定问你听到的 没听到的 我问你你也回答不了啊 你想想啊 你想想啊 我想不起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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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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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想啊你 今天公司的咖啡 那我去 那我去 我去给你买吧 我还没吃早饭呢 我 我都给你买回来 可真啊给我带两个汉堡 好嘞 来 这 这些都是我买的早餐 五三明治有酸奶有咖啡 还有面包 还有一些零食 你要是去 那个食用 咖啡 所以你到底想起 我跟副主编说 昨天送你回去太累了 累得我什么都想不起啊 祝你啊 等着 喂 等一下 哎呀 这办公室怎么这么多虫子 没开空调 我们还真的是 还有这个什么 按照礼貌来讲 怎么了 那不是说嫌轻吗 我就被 你挑的呀 好 行 轻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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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礼貌来讲 你是不是应该先跟我道歉 你昨天吐了我一身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吐你一身 我应该吐我自己一身 所以我到底跟副主编说了什么 李慧珍啊 李慧珍 没想到你跟副主编 竟然有这么深的关系 完了我就记得我说过点什么 完了 完了完了我就知道我说了点什么 完了完了 真的完了 真的完了 怎么办呀 傻了 别担心 你什么都没说 樊昊宇 我是实习部的 后勤人李慧珍 我就是李慧珍本人 听懂没有 我真的除了 真的除了李慧珍之外 我真的什么都没说 在你想说的时候 我已经把电话给他走了 但是 你把他骂得好惨 他本来就应该骂了 你不觉得吗 我就知道我肯定什么都没说 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 你敢说你不想骂他吗 我还不懂你 我的早餐 你这是给我买的啊 你吃什么 瓜子不想钱呢 开玩笑 你给你一个人买这么多啊 这 这是我的 干嘛 这是我的 我妈跟你一个人吃 你真开玩笑 正跟你说事 我昨晚上梦见一个人 我的高中女同学 那个时候他 亭亭玉丽 出雷八催 每一天给我带中饭 每一天 一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啊 这样往那个小树林里 说就说别吃啊 听我说 林浩哥 这都是给你买的早餐 还热热呢 喂 这是我啊 我说你这个人 真的是谁做事 这是我发生的 慧珍 慧珍好孩子 慧珍好孩子 这 哎 林浩哥 现在网上流传的视频 肯定都是摆拍的 你觉得呢 摆不及 谁没事是从发生 晚还在那拍 就比如说李慧珍 她昨天和 林浩哥我跟你说 她昨天跟我讲了 她家里的故事 这小孩真的太可怜了 她以前真的 穷得好像 真的好像饿怕了 现在是见什么都吃 你看就像现在这样 这人都吃了 人总 嘴短 对 真的是 这样真的不好 吃点 多吃点 吃吧 来 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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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咖啡 我刚才说慧珍怎么了 这是林浩哥 我看你好像也有点饿了 多吃点这样 林浩哥你真的别客气 这倒是我给你买的 林浩哥你真的别客气 你客气我就跟你生气 林浩哥 你别这样 你真的别这样 我真的给你买的 你看 喝点咖啡 两个人的感情有那么好吗 你们都别干了 昨天晚上 朱英姐病了 昨天晚上她加班的时候 晕倒了 今天早上 还是保安把她送去医院的呢 我昨天就看她脸色不好 真的病了 可不是吗 她现在很严重的 那个血压都到一百九了 一直都降不下来 要我说 都怪她 可不是吗 天天这么加班 不是病才怪 朱英呢 朱英呢 朱英还没来吗 副主编 你知道朱英姐现在在哪吗 怎么回事 朱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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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演出吗 主编 您知道朱月姐在哪儿吗 我的女生怎么了 她都住医院了 发生什么了 你要是再不管白副主编 下一个可能就是我 接着就是林皓 韩雪 沐上 稍等一下 怎么回事 慢慢跟我说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朱英杰肯定是被白副主编给吓病的 每天被精神折磨不说 还有那么重的工作复合 那钢铁侠也吃不消呀 我明白了 要是按照我的办法去做 我的女生朱英就不会病倒了 好 这件事交给我 放轻松 放轻松 也不知道朱英杰现在怎么样了 要我说啊 你们就是要好好保养自己 你看朱英杰毛成这个样子 结果都为了怎么样 要不咱们下班去见见朱英杰吧 朱英杰一个人顶着所有都爬火 是个人都爬火 看来今天下班回家 我得赶紧制定一个保险计划 必须的 朱英杰 韩雪儿 来来来 把副主编请出来 好 主编 其实 不用担心 我等的 好好好 主编 副主编来了 我亲爱的先生 白 你最近真是辛苦了 你看你这个样子 真是太憔悴了 让我好心痛啊 但是最近我们编辑组 办了几件漂亮的事情 成功地谈下了 JFDC 又完美地捕捉了 Gigi的神奇的时刻 所以我提议 你们应该开个派对 来庆祝一下 你觉得呢 朱英不是刚病了吗 现在开派对 合适吗 朱那边呢 不用担心 我等一下就去医院看猫头 雅玲啊 你准备一下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看朱英 其他的小花们 你们就期待一个 很灵活的风格 派对 走 绝对什么都不是 我 帮忙里面文件打赢出来 交给副主编 剩下是采访 那干嘛不自己去啊 一般这种撞枪口的事情 我才不去呢 查理 加油 已经被妈的骨髓淋头了 还要再去 谢谢 这是林一牧让我交给您的 放下出去吧 好 那个 副主编昨天晚上的事情 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听到 哦 谢谢 谢谢 还有 昨天白天的事 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 您是说机场的事情 好 知道了 谢谢您 来 这个白太岁今天真的是奇怪 我至少在路上 确认过你三遍 最后一遍你都没有反对 是不是要去浦东机场这个问题 你要是更好好跟我对话的话 会发生这种事情吗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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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咖啡又往南了 谢谢您每次都提醒我 不客气 您看东西太专注了 都听不到别人说话了 我干嘛每次跟他对视 都想要赌啊 反正不久后都要走了 谢谢啊 董事长 我未来公公 到底谁更像呢 喂 美丽 我在合作商这边取货呢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啊 好好好 我知道知道了 好 拜拜 来 林库生跟董事长相似度 百分之十五 凌号 百分之三 依慕格 也就百分之三十了 也就百分之三十了 这都太低了吧 到底是谁啊 好 杨姐 你怎么又来了 杨姐 这些都是给你的 还是上次那个事 不行啊 真的不行 杨姐 我们什么关系啊 你就让我开业吧 眼就眼 是真的不行 这人事资料 那是机密的 杨姐 求求你了 我发誓 我绝对绝对不是告诉别人 是真不行 真不行 杨姐 这两天我看出了一款包包 特别特别适合你 保证你背上绝对有气质 你就答应我 我就一会儿的 零号 哇 这照片 简直了 蜡眼睛了蜡眼睛 上海浦东区镇平路 镇平路 很普通的地段嘛 也是 像你这种没气质的人 怎么可能会是有钱人呢 嗯 零号 奥特 零护生 这天真的小眼神 静安屈南京西路 繁华地段 有钱人的象征啊 有点意思 穷生 看好你哦 最后一个 零一牧 佳茂小区三七 竟然跟我住一个小区 佳茂小区三七 姜茂小区三七 姜茂小区哪有三七啊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假地址 如果说这是一个假地址的话 也就是说 他是在有意隐瞒 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真正住在哪 那也就是说 我知道了 原来如此 林姨茂原来是你呀 不行不行不行 也不能光凭这些 就能断定谁是董事长的儿子 你先看看 先看看 嗯 嗯 嗯 哎呀 休息时间不去吃饭过来干嘛啊 不吃饭哪有力气工作呀真是 我不管那么多干嘛 我怎么这么八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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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路能不能小心一点啊 书 书再给撞坏了怎么办呀 过马路你也是这样的 多危险呀 你这样老耽误了 这可不是个事我跟你说 是他 你看着我干嘛呀 我 我现在不是因为担心你 我是因为担心这书架坏了 别人怎么看书啊 这么多人 大家都是来学习的 你说你把书架给弄坏了 一会儿左右 这里是图书馆 需要安静 嗯 你来这里学习的吗 嗯 你要是有什么想借的书 拿张借书卡找我签字就可以 你要加油啊 不能总拖后腿 这是你借的书吗 嗯 这都过世好久了 你要看最新版的 好嘞 那你还站着干嘛 这个人 这个人一袋子我的 奇迹破坏的 干吗不骂我呀 我妈妈我妈我还让我心里好受一点 那一大早奇奇怪怪我怎么工作啊 你呢 哎 哎 哎 这不时了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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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了能不能小心一点啊 书书再给撞坏了怎么办啊 我现在不是因为担心你 我是因为担心这书架坏了 别人怎么看书啊 这么多人 大家都是来学习的 你说你把书架给弄坏了 一会儿走一会儿 你把书架给弄坏了 白浩宇 你在干嘛 喂 喂 副主编 厂商他们说改到明天吧 好 我知道了 好 大家可以放松一下了 副主编说今天下午不回来了 太好了 有他在 我总觉得压力太大了 你怎么去哪儿吗 他说要去接人 姨姆哥跟摄影师已经等待了 应该是一个大人 姨姆这臭小子也不早说困死我了 哎 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就要发工资了 我要好好的考虑一下 我就 哦 对了 我们给朱英姐买点慰慰品呢 去看看她 嗯 这个应该 快过来 一起跳 哎 过去了啊 来 来 来 看一下一下 买点营养品 正常抵抗你的 算我一个 哦 对了 慧真啊 慧真 这次可能要麻烦你了 你跑一趟 嗯 好嘞 他不过是因为在图书馆里 发生的事 所以不来了吧 所以 嗯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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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认识了吗 我们会看到 申请写的是周英姐的名字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了吗 你把那个收据一起给她 让她拿着过来完善一下资料就可以了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这个卡你收好 另外我们现在有个活动 满一个月送你三节体验课 你可以带着朋友一起过来 免费体验是吗 对 好 谢谢 那 那我免费体验的时候 说周英姐就好了是吗 对的 对的 可以的 谢谢 谢谢 慢走 谢谢 很多粉丝都预认了你新的电影 你愿意分享更多的资料吗 我的下一部电影 如果你的爱人能不能认识你 那你怎么办呢 爱 可以静静 但这也很酷 我希望你能不能再发现 我希望你生日再会再发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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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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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真的是折瘦了呀 好你个叉里啊 不好上班 来跟我接人偷懒是不是 我这不是要给他们买东西吗 韩雪姐说想喝酸奶 所以我一直在找哪儿有酸奶 可以买呢 你是不是想 你干嘛 别人让你干嘛 你就干嘛 你自己吃饭没 我没吃也不是很饿 还行吧 你呢 你干嘛在这儿啊 刚采访完 来逛一会儿了 那你给我吧 我得赶紧赶紧回去了 等一下 来来来 你先给我 你干嘛呀 河雪我没钱 你别让我买 快点把东西给我 我请你去 我我 我请你吃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我付钱 那那我买了啊 真的啊 真的假的 真的对吧 那我真拿了啊 我真拿了 不是一样的 没必要拿那么多啊 不是 行 那我那我少拿一个 少拿两个 你这个人请客还真小气 你是真的要请客还是假的 来 我穿着你 撞个衣服干嘛 不行 别一会儿 你 你我买完了 那你让我自己付钱就不好了 你们今天很忙吗 其实我还好吧 主要是今天白浩宇不在 大家都挺轻松的 不过我读的 白浩宇应该还挺忙的 怪不得他们又回我微信 巧儿 我跟你说些喜事 啥 我发工资了 那挺好啊 我已经对这笔钱有了规划 首先呢我要给我爸爸妈妈 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再给惠林给点莲花钱 也不多 给点就行 然后 我要把剩下所有的钱 全都当生活费交给你了 您可得了吧 就您那点实习期的工资 够干嘛的呀 省省把阿刘几用 你要这样说 那我现在立马 我就那个时候 立马干嘛 立马离家出走是吧 威胁成功 沙拉离要不要离呀 谢谢 各位朋友们 我回来了 来来来 来来来 不来呀 整个办公室都不对劲了 大家都无心打采的呢 真假的 有这么想我妈 当然了 想我了吗 朱雯姐 这是我们所有助理点击 还有慧真击 一起给您买 我看看 怎么这么有心 急锻炼 登场体制 加油 好 每天锻炼半小时 谢谢 我的天啊 我的女神 你终于回来了 我来了 我来了 副主编我回来了 既然我的女神已经回来了 那我们不如开个派对 庆祝一下怎么样 开派对 好 好 那你们好好玩 我就不去了 副主编 先生 白 你怎么可以不去呢 我是一个主编的身份 诚恳地邀请你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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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小花儿们 你们最近太辛苦了 今天我们不醉不归唱空箱 红红皮疆 真是什么呀 真是什么呀